张艺兴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了 从刚开始回国时候的男团成员 到极限挑战中的小绵羊 再到老九门中的二月红 芝加哥音乐节第一位华人歌手 以及艺术好戏中的马小兴 他一直都在给粉丝们带来惊喜 张艺兴演技方面的不足是确实存在了问题 因为这个梅少被质疑 在梦想成为一名主持人的情况下 能够将自己的演技磨练得越来越好 得到观众的认可 张艺兴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名字 努力努力再努力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对于张艺兴的印象 都还停留在一出好戏的精彩表现 以及即将到来的三胎当中 但是伊能静昨天深夜的一番话 让大家再次欢迎 到了张艺兴的另外一个角色 小花在《沙海》播出之前 张艺兴受南派三叔的邀请 有琴客传杰宇晨的消息传出 粉丝们都激动不已 说起来 杰宇晨是二月红的徒弟 张艺兴曾经饰演过二月红 现在再次饰演二月红的徒弟 角色转换有点大的杰宇晨出现 并且另一故的二月红上香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表示 自己身上起了很多脊皮疙瘩 这种感觉说不上来 因为《沙海》中张艺兴的镜头太少了 所以许多人都没有看 伊能静对于这部电视剧 倒是从头追到了尾 还成为了秦号最大的粉头 全职妈妈就是幸福 可以肆无忌惮地追剧 在追剧的过程中 伊能静时不时地会分享一些 关于这部电视剧的看法和剧中人物 在一些认知 在追了那么久的更新之后 《沙海》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昨天凌晨深夜没睡的伊能静 再次评价了剧中的一干演员 其中对于张艺兴的评价中 一句话饱含深意 充满了对她的认可和期待 看来张艺兴 这是又征服了一个粉丝 在伊能静的心中 演员有 她站在那里不说话都有 演员没有 给她再多词都没有 而张艺兴 就是那个有的演员 想想还觉得有一些感动 从从天而降到一出好戏 张艺兴的进步肉眼可见 网友 未来可期这样正能量的偶像 确实可以刺激粉丝们更加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理智追星 选择自己喜欢的偶像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喜欢的都是 不会辜负粉丝的偶像 伊能静深夜评价张艺兴 一句话饱含深意 网友 未来可期 张艺兴能够取得一个个成就 获得一个个前辈的认可 感谢观看